我想简单介绍一下 他树源博士是一位教授 他是香港人来的 所以他讲讲话很流利的 他在伦敦帝国学院是博士来的 他那边是教授 他曾经在香港的城市大学做教授 港大的教授 现在还讲的是教授 今年年初他就来到新加坡 加入了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做教授 他不单是一位教授 他也是一位很丰富发明的发明家 其中一个发明品 就是大家都用过的 就是无线的充电器 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科技 因为如果你想想将来 你那部车不用进油 在街上走的时候 在街上不断充电 这个真是很奇妙的事 将会发生的 我们拭目以待 他博士是一位这么忙的一位科学家 教授 但是他不要忘记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仆人 他不断地去服侍神 就像今天的广座 他过往在香港的时候 有17年的时间 风雨不断地去赤柱监狱 去慰问那里的凡人 帮助他们去重建他们的人生 他也是经常在不同的教会 广道 当他在广道的时候 奇妙地 神就有很大的感动他 有关面羊和山羊这件事 感动他原来 我们在教会里面 虽然人在教会 但是不一定在神的救生里面 有很多人 恐怕脚不在救生里面 所以他提醒我们 真的要快快的 还有要好好地准备自己 去迎见我们的主 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虚博士当中 他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的时间 不如把时间交给虚博士吧 好 多谢David 我首先分享了我的视频 大家都看到吧 现在 看到 好 那我就拿多个 好 首先再一次多谢各位 弟兄姐妹朋友 在不同的城市 参与今天的聚会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 都挺长的 所以我就不会特别读出来的 但是主题就是敬畏上帝 或者开始的时候 请大家一起跟我一起 一个很简短的祈祷 天父 我们多谢你 让我们今天有心 可以一起去听你的说话 神力求你的灵 是开我们的眼 开我们的耳 开我们的心 叫我们去明白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我们救主耶稣的名 是吗 是 我想敬畏上帝这个题目 都是一个很大路的题目 我今天说这个经文 其实是在2017年10月 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当时我是代表香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 在伦敦开会 当时在酒店里面 我在看旧约的圣经 主要是看几个旧约的圣经人物 是素罗王 大卫王 然后再看旧约的约室 故事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突然间神给了一个很大的感动 就是原来敬畏上帝的含义可以很深 虽然我在教会当时已经是二十几年 但是发觉原来突然间是一种的 就是给上帝一种的提醒 原来很多时候我是没有敬畏上帝 所以我希望将今天可以将那几段经文 跟大家再看一次 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原来敬畏上帝很有深度 同时之间 很多时候我们未必很清楚敬畏上帝的概念 因为敬畏那一词 好像英文好像很害怕 好像很害怕 很多惊吓在里面 所以今天我会除了讲了三个的旧约人物 从他们的圣经里面记载的故事 看什么叫敬畏上帝之外 我会用结尾的时候 我会用耶稣基督 怎样教十言闻徒 该怕些什么 不应该怕些什么 这样去结束 结束的时候 我们都会解释 原来圣经里面有两种的敬畏 两种的恐惧 一种是不合神心意的恐惧 第一种是合乎神心意的敬畏 所以我今天就希望在今天的分享里面是涉及到这些事 我第一次接触针延九章十节 是1974年 为什么我那年第一次看到这句话 因为当时我在香港会考 就派了进入一间中学 叫圣保罗书院 圣保罗书院的校份是一个古文的 针延九章十节 古文是人为上主 视为智之本 现在的和合本就叫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这两个说法是同一样的 但是这个特点就是 原来在圣经里面 已经一早提出了我们这个创造天地的上帝 是所有智慧的源头 而圣经一早跟我们讲了这个真理就是 如果你要是去有智慧 唯一的瞒径就是学去敬畏上帝 就是说要敬畏上帝的人才有真正的智慧 所以我今天就会在从这三个人物里面讲起 这三个人物的时代不同的 约瑟是比扫罗和大卫早 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皇帝 大卫是第二个皇帝 约瑟是早很多 他们还没出埃及之前 因为藉着约瑟是以色列人才去到埃及定居 由一个家变成一个国 如果我们从阿伯拉罕继续 阿伯拉罕生了以撒 阿伯拉罕生了阿伯 阿伯拉罕有十二个儿子 约瑟是他们十一个儿子 约瑟被兄弟出卖了 卖了奴隶去埃及 直到埃及 阿伯拉罕一家在埃及里面开枝散业 由一个家变成一个国 再经摩西 在埃及他们四百三十多年 再由摩西带他们出去加南地 但是摩西就进不了加南 因为当时出了埃及之后 那些以色列人是不信上帝 他们第一代是流浪了四十年 在抗野里面 到摩西的接班人 约瑟雅 Joshua 就带领他们进去加南 当时由摩西去到约瑟雅的时候 他们进到加南的时候 以色列是没有皇帝的 他们上帝就是他们的皇 所以当时上帝是用很多的宗教 或者军事的领袖 我们现在叫做士师 或者英文叫judges 就去带领他们 从约瑟雅开始 一代一代就去到撒母尔 就是最后一个士师 去到撒母尔的时候 那些以色列人又开始背叛神 他们不想上帝做他们的主 他们看到周围的国家都有皇帝 所以他们就跟撒母尔说 我们要有自己的皇帝 好像其他国家一样 所以桑罗就是第一个皇 然后桑罗之后就是大位 就是第二个皇 我今天现在开始就会讲一讲 当时其实他们要这个皇的时候 上帝藉着撒母尔才知 跟他们说其实耶和华才是你们的皇 但是你现在要自己选择离开上主 不要上帝做你们的主 你们自己要做皇的时候 神眼中是一件大的恶事 其实他们现在想做的事 不要上帝做皇 要自己做皇 就好像阿当夏娃当时不要上帝 以上帝为中心 要自己做事一样 重复阿当夏娃当时的罪 但是就算他们有罪也好 你看到上帝都还是很怜悯他们的 上帝有点怜悯他们呢 在撒母尔记第十二章的时候 上帝就跟他们说了 现在大家看到这段话 他说 如果你们要选择了一个皇 我现在给了你们一个皇 耶和华已经给你们一个皇 统治你们 但是如果你们敬畏耶和华 侍奉他 听从他的话 不违背他的命令的时候 你们和你们统治的皇 都可以继续跟着耶和华 你们的神 神还会保守他们 但是 如果他们不听上帝的说话 违背他的命令的时候 耶和华的手就一定攻击他们 好像攻击你们列祖一样 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可能第一个反应 有些人会问 上帝好像很独裁 我听你说就要跟着你 不听你说就要被你攻击 但是我要留意一下 什么叫姚华的华 上帝是真理的本体 就是说他是圣洁公义慈爱的本体 所以上帝表达自己的时候 就是圣洁公义的说话 所以上帝叫我们听从他 是听从什么呢 不是叫我们做恶事都要去做 不是 因为上帝本身的属性 就是圣洁公义慈爱 所以他要我们听他的话 就是去学习圣洁公义慈爱 所以如果我们不要圣洁公义慈爱 就会出事了 所以上帝就会惩罚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完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上帝知道当时的人又一次再离弃上帝 但是他还给他一条出路提醒他们 你敬畏耶和华 就算你的王也好 你的王只要你的王 和你们都是敬畏耶和华的时候 上帝仍然是他们的上帝 在这件事我们看到 什么叫敬畏耶和华呢 博贝尔很清楚说了 听偉耶和华就是侍奉他 听同他的话 不违背他的命令 如果我们记得上次那个讲座 就是说 去到新约 耶稣基督再推出来 就是说你爱上帝 就会行出他的事 所以其实敬畏耶和华 不是一些很恐惧的事 一些是看到上帝害怕到躲起来 不是那种害怕 不是那种敬畏 而敬畏耶和华 是和爱上帝 和上帝的爱是有关系的 那我遲些去到今天讲座结尾的时候 我会用很多的圣经 再带出这个圣经 今天我首先是讲 《撒母意记》里面 是《撒罗王》的故事 《撒罗王》的故事 是在《撒母意记》上的第十三章 开始在这里提到的 《撒母意记》上的第十三章 就提到 《撒罗王》登基的时候 是三十岁 做了以色列王四十二年 他第一场的战役,他一做王之后 上帝就要他去抵抗菲利士人 菲利士人当时是很强大的 那怎么强大呢? 如果我们对比当时的阵容,大家看到的分别 这里的圣经记载,扫罗王在自己的意识里面 有三千个人可以打仗的 两千个人跟着扫罗 一千个人跟着约纳丹,Jonathan 约纳丹就是扫罗王的儿子 所以以色列里面加起来可以打仗 当时是三千个人 但是这里说菲利士人当时有什么军备呢? 战车都有三千个,三千部的战车 骑兵有六千 那他说步兵是好像沙那么多,数不数不完 所以你看到是一个强弱元素来的 但不止是这么简单 圣经到跟着就说 以色列当时是没有一个铁像的 当时是由铜器时代转去铁器时代 而菲利士人已经掌握了做铁器的技术 所以以色列人要做铁器的部分 就要去菲利士人用高价去买 而菲利士人是特意不买这个科技给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人打仗只有两把刀 一把就是扫罗王拥有的 第二把就是他的儿子约洛丹拥有 即是说那三千个以色列人 是拿着那些坐头 木龙的工具 耕田的工具去打仗 所以那次的战役摆出来的时候 世英导记载以色列人看到自己的危急情况 就躲在那些山洞里面 当时萨姆尔叫扫罗在一个吉甲的地方等他七天 七天之后他来到才跟菲利士人去打仗 但是我们看到扫罗王他看到那些以色列人开始害怕 开始走,躲在那些山洞里面不敢出来 他由两千人的人数只剩六百个 他接着怎么想呢 他就不等先知萨姆尔来到 他自己去献祭 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就知道那些以色列人 如果用宗教的因素就可以团结他们去打仗 但是他又不听上帝说 因为当时的规矩就是只可以祭司去做献祭 王是不可以做献祭的 他为了要凝聚那些以色列人 让他们不要走 帮他打这场仗呢 他就违背上帝的命令 所以到萨姆尔来到的时候 看到他已经做了献祭 就很生气 神就借着萨姆尔跟他说 因为他不听上帝的说话 上帝已经找了另外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 取代他做王 那这件事 那个王 即素罗王不听话 但是呢 约拿丹他的儿子呢 就很依靠神的 他知道他们强弱圆殊是没得打的 但是呢他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说话 他在十四章里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 也许耶和华会为我们同工 因为不论人多或人少 都不能妨碍耶和华施行的拯救 说原来呢 约拿丹·约拿丹是一个很有信心 对上帝很有信心的一个人 他看到以前的经历 那么多年他们的历史里面 要打一场仗不在乎人多人少 是否在乎上帝的心意 所以他就祈求一个信心 如果是上帝是给他去打呢 他就去打 那上帝就真的给他这个预兆 给他去打 那很特别就是 他跟他背兵器那两个人 就突击进去菲利士人的地方 两个人很短时间内杀了二十个人 就是平均一个打十个 他两个打二十个 那么这件事呢 就令到呢 整个菲利士人 他们成几千个战车 六千个骑兵 无数的步兵 一见到原来两个人都可以 短时间内杀二十个人 吓到他们害怕 立刻走 本来你才看到呢 一个信的人 可以将整件事扭转 但是跟着呢 他爸爸就不生性 他爸爸见到菲利士人溃败 跟着又利用宗教 他就叫一些以色列人立一个势 今天我们不打败菲利士人呢 我们就不准吃东西 不准吃任何东西 又是想用宗教的力量 要他们去打仗 但是这件事是很错的 因为你要打仗呢 那些士兵呢 是需要有足够的食物 才可以去打仗 而当时因为 啊 约拿丹在前线打仗 他不知道这个 即他爸爸这个 皇帝这个的命令 那他就吃了少少的 啊 蜜糖 那他就 反而更加有力去打仗 那后来呢 素罗黄追究这件事呢 就要杀 他自己的儿子 因为为了面子的缘故 我说一出要做得到 要杀自己的儿子约拿丹 但是呢 幸好呢 就是 世行道记载呢 众人呢 那些众民族 那些民众呢 就对素罗说 他说 约拿丹是在以色列 行了一个很大的拯救 绝对不可以要他死 因为 他今天是以上帝同工 所以那些民众都看到 这个皇反而不听上帝说 但是他的儿子约拿丹 听上帝说 两个人可以吓得整个 菲利士人毁败 那这件事第一个战役 那今天我跟大家看的那段经文呢 就是第二个战役 第二个战役呢 就很特别的 就是呢 上帝跟着叫 撒母尔 要素罗王呢 去打 亚马力人 这次要去杀亚马力人呢 是要一个不留 连动物都不要 大家可能一听到 哇好像很残忍 一个不留 但是原来有个原因的 因为在埃及出埃及帝的时候呢 曾经提过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当时呢 以色列人呢 去到埃及在抗疫那里走 不可能没水 他们去到那个地方叫做利非定的地方 扎营的时候呢 百姓没水喝 那上帝呢就叫摩西呢 就用个仗呢 去打个盘石 就会有水流出来 这是第六节 这里 但是去到第八节呢 已经说了 原来菲利士人呢 就在那里等着他们去 喝水的时候呢 就去背后攻击他们 那当这些菲利士人 I'm sorry 这些亚马力人 他做这件事是 刚刚上帝是要做一个很大的拯救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去到抗疫的时候 亚马力人拦了上帝的拯救 所以呢 当时呢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马力的名号 从天下全然涂没 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 又念及若书亚厅 但是呢 上帝要等到这个时候 才要素罗王呢 去执行这个命令 等了很多年了 但是素罗王呢 没有听话 他为什么不听话呢 他呢 生禽了 亚马力的皇帝 跟着呢 就将最好的牛羊呢 留下 那这些事呢 撒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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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了 那所以耶和华的话呢 就临到撒罗尔 他说呢 上帝就说 我后悔立了撒罗做王 因为他已经离去我 不跟随我 不执行我的命令 撒罗尔就很愤怒 那就不停去 哀求 耶和华 但是呢 他去找 撒罗的时候呢 撒罗竟然走去加密那里 为自己立一个紀念碑 因为他打赢这场仗 还要生禽对方的王 将上好的牛羊拿了 他要纪念自己 要那些人纪念他这个功绩 那到撒罗尔找到他 撒罗王的时候呢 他还用很多是很虚偽的熟联说话 第一 怨耶和华 赐福级利 就是很熟联的说话 接着他说我已经执行了耶和华的命令 那撒母耳就问他 我听到那么多牛羊声在哪里 这样 接着呢 他就说大话 将这个责任呢 是赖给那些民众 他说那些民众呢 是拿回来的 是要献给耶和华 接着说什么 你的神为祭 他知道撒母耳爱上帝 所以他强调 我献给耶和华是你的神 他是利用撒母耳作为一个先知 作为一个领袖 可以团结到的人 这样 撒母耳就不卖仗了 立刻跟他说 shut up 住口吧 这样 所以你留意到 整几个战役 让我们看到 素罗王是一个 他不是没有上帝 他不是不知道没有上帝 但他是不停利用宗教 去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 那这个就是 素罗王这个最大的属灵的虚伪 他一样都是为自己去做 不是为上帝去做 那这个我们看到 在素罗王的心里面 其实他没有敬畏上帝 为什么没有敬畏上帝 我们再看下去就看到了 撒母耳跟他说 为什么你不听耶和华的说话 去拿这些战利品 那素罗王就说 我实在听 还不认错 我实在听神的说话 我只是把王带回来 其他人都毁灭了 其他人 拿战利品 要来献给神 耶和华是你的神 那我们上次就提过 撒母耳说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个耶和华 喜悦凡祭和平安祭 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 接着他就说 听从圣个献祭 听命圣个公羊的自由 因为叛逆与行邪述相同 横耿与他拜虚无偶像一样 这两件事 除了要听话 顺服之外 相反 原来就等于行邪述和拜偶像 如果你看到埃及记的时候 摩西说行邪述和拜偶像 就是不可以存活 一定要灭绝的 所以他接着就再讲一个另外一个原则 你弃绝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也弃绝你作王 这个原则经常出现的 You honor God, God honors you 这个说话是经常一样 如果你不荣耀上帝 上帝也不会要你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麽撒姆尔就说出来 我们看完之后 你看到 跟着 说到顺服那里 其实不单止是撒姆尔说的 其实撒姆尔说这个说话的时候 其实是基于摩西去到西大山上边 修十戒的时候 上帝亲自和摩西说的 那当时呢 如果退出埃及记呢 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大山上边 我上次解释过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意思 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的属性 彰显出来就是荣耀 所以上帝的圣洁公义 慈爱 威延 大能 同时间出现 就在西大山上 但是这个荣耀太过厉害 上帝要用云彩遮住它 因为人看到它是太过厉害 所以后来摩西上西大山之后 下来面发光 要找东西遮住 因为神的力量是复射出来 荣耀摩西 但是上帝说完十戒之后 其实说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我们可能平时没有留意到的 当时呢 又说调遇摩西 他说你要告诉那些意识的人 当要送这些礼物来到 这些礼物要来做什么呢 他说凡是甘心乐意的 你就可以收来归服于我 那之下就说这些礼物 这些礼物原来是要来做个圣锁 做药柜 做灯台 做会幕 做祭坛和祭司的圣服 如果我们用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现在上帝 是晓虞摩西 告诉你现在我要见我的教会 所有里面教会的事和人物 凡是甘心乐意的 我都要收你 收给我自己 就是说上帝只是在教会里面 要一些甘心乐意的人 奉献的要甘心乐意 我上次提过一次很重要的 就是上帝要属于他的人 甘心乐意跟从他 不是勉勉强强跟从他 一边爱世界一边想永生 不是那些人 上帝要那些人是甘心乐意去跟从他的人 还有是侍奉他奉献的人 都是甘心乐意的人 这就是上帝在出埃及器说出来的原则 所以在撒母耳记里 是重复上帝的原则 我们明白了之后 再看看素罗怎么认罪 素罗为什么要犯那么多罪呢 他说了出来 我犯了罪 我违背了耶和华 的命令和你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害怕众人 原来在撒母耳心中 他是怕人多于怕上帝 他是敬畏人多于敬畏上帝 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原来我们的心里面 如果我们不是把上帝 放在最高的位置 我们的行为就是怕人多于怕上帝 我们做的事就是怕人多于怕上帝 但是素罗向撒母耳认罪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向上帝认罪 他没有向上帝认罪 大家留意25节这里 我犯了罪 我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话 因为我害怕众人 接着留意 听从了他们的话 接着现在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 这个你是谁 是撒母耳 因为他还要利用撒母耳去帮他挽回面子 所以现在他不是向上帝认罪 求赦免 他是向撒母耳求赦免 为什么呢 他要他帮手 你与我回去 很敬拜耶和华 他说 我犯了罪 求你 在我人民的长老面前 和以色人面前 给我面子 跟我一起去 好叫我敬拜耶和华 李的神 如果你代入他那里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心路历程 去到这么大一件事也好 他的心没有上帝 他没有敬为上帝 他是要向撒罗 利用宗教去 利用上帝 利用宗教去 让那些人尊敬他作为一个王 所以我上一次的讲座我提到 耶稣基督一开始他的宗教 就是去洁净圣殿 最后一次入耶稣 又是洁净圣殿 因为圣灵里面太多污慰的事 太多人在神的殿里面 做一些不合上帝心意的事 我们做很多 business 不是去敬为上帝 我们没有用心灵诚实去敬为上帝 其实你看到圣洛王 你代入他的心思意念看 原来他心里面是没有敬为上帝的 这个就是我当时代入去看圣洛王的生平的时候 留意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如果我们看回十届 看看圣洛王做错什么事 第一 他没有将上帝放在最高之位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神就是最高位的 心目中最重要的 不可以有任何东西超过上帝 不可以有任何东西放在上帝 要将上帝放在万有之上 就是第一届 他没有尊重上帝,所以他犯了第一届 接着他为自己立纪念碑 让人们去纪念他 他好像做雕刻拜偶像一样 他不可以做奉献 虽然他不可以做宪祭 但是他是滥用神的力量去做宪祭 所以他头三届都犯了 接着他做假见证 因为他贪恋上好的牛羊 但是他推去给民众 他贪恋牛羊 也犯了第十届 所以如果你留意十届里面 我想大家先记住这个结构 现在我们看大卫犯的事 又要看十届 我们留意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出现 所以你看到他是犯头的三届 和最后的两届 就是素罗王在这两件战役里面犯的错 好了,去到大卫 大卫的故事我要先讲一讲 因为大卫这个故事 其实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想了很久 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想过 大卫他直被圣灵感动写这么多的诗篇 他为神打成这么多的圣像 为什么去到年老的时候呢 去到安稳的时候呢 他犯杀人犯奸淫 因为如果强于大卫 和神这么亲密 都可以犯杀人犯奸淫 还不是一时冲动的 如果大家看回圣经里面 他犯杀人犯奸淫是经过长时间去做的 如果强于大卫都会犯杀人犯奸淫 那我们在教会 就算久也好 短也好 都未必一定会例外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犯一些 在上帝认为是一件很恶 很可惡的事 所以我就开始去想 究竟大卫犯错是什么事 什么事令到大卫 是不可以听上帝说呢 我先讲讲大卫的故事 《响杀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 有提到这件事 当时大卫已经是东征西土 已经平定了很多的国家 他的疆土相对稳定 当时稳定到那个地步 大卫就派他的将军约压去打仗 他自己就不去打 就留在耶和撒冷 一天在黄昏的时候他才起身 起身在那个露台走的时候 就见到一个女人洗澡 就是他装人洗澡 他见到这个女人很漂亮 就问那些人是谁 就叫那些人带了这个女人去皇宫 他就和这个女人行淫 就令到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乌尼亚的妻子 乌尼亚的妻子 乌尼亚是他的一员猛将 和他打仗的军人 他和乌尼亚有关系之后 乌尼亚就怀人 大卫当时 如果你代入他的心路历程 他当时在想着 怎么办呢 我和一个军人的太太 生了个婴儿 他怕别人知道 所以他就找方法 希望把婴儿隐瞒 和他无关 他怎么做呢 大卫就召回乌尼亚 回去耶路撒冷 就跟他说 你回家休息一下 洗脚吧 但是乌尼亚是一个很中心的军人 在乌尼亚 乌尼亚就和他主人的军人 一起都在皇宫里面守住 在皇宫外面睡觉 都不敢回家睡觉 其他人就跟大卫说 乌尼亚没有回家 大卫又叫他来 乌尼亚就答大卫 他说 那个约柜和以色列人 都是住在棚里面 我的将军 约压和我的主人的神仆 都是在野地里扎营 我怎么可以回家吃喝 和妻子睡觉呢 所以你看到 乌尼亚是一个很中心的军人 他说 我想都不想 想都不敢想 我自己回家 因为所有其他的军人 和我的主人 即我的将军 都是在扎刑守护着耶路撒冷 大卫不单止不去欣赏这个军人的中心 他想第二条路 他就叫乌尼亚和他一起吃喝 他就灌醉了乌尼亚 他想着如果乌尼亚醉了回家 和他太太上床 将来的宝宝就没有人会怀疑是他的 一定会想着是乌尼亚 但是圣经记载乌尼亚没有回家睡 当大卫这些诡计不得逞的时候 他就动杀机 所以他杀人这件事不是一时冲动的 我在监狱事宫遇到一些囚友 是一时冲动伤了人 是判不杀 但是大卫不是 他是心思熟虑去动杀机 他甚至离谱到 到乌尼亚醒了第二天 他知道乌尼亚没有回家睡觉 大卫写了一封信给将军弱压 这封信叫弱压去打一场仗 但是要派乌尼亚去到前线 去打最危险的地方去打 然后撤退军队 让乌尼亚被杀 不单止这个诡计是离谱的 这封信他叫乌尼亚亲手带去给弱压 所以大家看到这件事是很恐怖的 他要杀一个人 甚至要被杀的人 被他害的人 被他奪走太太的中心的战士 亲手带这封信去害他自己 这个就是当时大卫那种狠毒 所以我看这件事的时候 我想一下 大卫写了这么多诗篇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邪恶呢 最后圣经记载就是 真的按着他的计划 乌尼亚就被杀 我想到这个时候 其实我有时候是不明白的 但是当时我在工作的环境里面 有一个给我年长的同事 有婚外情 当时有两位是和他共事了 我超过十几二十年的同事是劝他的 他不听 不单止不听 连朋友都没得做 我慢慢才明白 原来当人陷入一个 婚外情的环境的时候 思想是可以被扭曲的 所以当大卫 他没有敬畏上帝的时候 人一不把上帝放在首位 自己的私欲一膨胀 变成他的上帝的时候 人的思想会扭曲 所以大卫在这里 他是做一个最残忍的事 就是叫乌尼亚带这封信 去害死乌尼亚自己 不单止是这样 到乌尼亚死了之后 他的太太手丧其一圆 大卫就派人去将别士巴 取入宫里面做他的妻子 如果一个人在婚外情里面的时候 外人是很难去劝到他的 上帝就派先知拿丹去 但先知拿丹是很有智慧 现在这段经文就是 先知拿丹跟大卫说的一件事 先知拿丹没有直接去 说大卫自己的婚外情这件事 杀人奸人这件事 他说了一个故事 他说在一个城里面有两个人 一个很富有一个很贫穷 富有的那个有很多牛羊 而贫穷的那个只有一只 其他什么都没有 这只小羊跟这个穷人的女儿一起长大 但是有一个女客来到的时候 在这个富翁那里 这个富翁不舍得 从自己的牛羊群当中 就是有很多的牛羊当中 拿一头出来去款待那个客人 而拿了旁边的穷人那只羔羊 大卫听到就非常生气 就对着拿丹说 他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 作自己人的事该死 他必须赔四倍 因为他作用这事 因为他没有怜悯心 那拿丹就告诉他 你就是这个人 你就是这个人 那单很聪明的地方 就是他不是去直接的去指责大卫 因为大卫如果陷入这个罪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思想已经是不正确的 已经扭曲了 他是用大卫自己的口 去指正大卫自己 一说出来的时候 他就说你为什么去藐视 做他行恶 认为是可护的事 你杀了乌尼亚 拿了他人家的妻子 以后都见不离家 接着拿丹就说 他说你光天化日下做的事 你暗中做的事 我却要在以色列人面前 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报应你 即是说你私下做了这么多坏的事 你以为没有人知道 其实上帝知道的 这些事上帝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会报应你 请这里记载 大卫真的认错了 先知就跟他说 耶稣说会随他们的罪 不至于死 但是他要面对的后果 就是刀剑不会离开他的家 到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我想一下 如果我代入大卫里面 如果我有一件很羞耻的事 快就会被人揭露 例如说明天所有互联网 电视都将我一件最羞耻的事 我都不愿意跟人说的事公开出来 我会怎么想呢 当时我在酒店房里面 我突然想 我突然会想着 我会想到我太太和我的儿女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一样 因为我记得我在监睦事工里面 有时跟囚友谈的时候 他们被抓之前很多时候都很害怕 家里人知道他们犯事 当时我也是这样 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太太知道 他们会怎么想我呢 我的儿女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呢 就是那一刻突然间性灵感动我 他说Ron 你的问题就是大卫的问题 你在这些关头重要的事上 你是顾着你家里身边最重要的人 你没有考虑上帝的感受 你想的是你身边的人 不是上帝 原来你很多时候想的东西 只是你家里的亲人 不是上帝 所以那时候突然间 我有很大的震撼 原来我突然间发现 原来我很多时候想的东西 我会想的最重要的是 我家里的人 我太太我儿女 我没有想过上帝 突然间圣灵好像心里面跟我说 如果你想一想 你是敬畏上帝 好像约失那样 约失就是因为不要敬畏上帝 不要得罪上帝 他就不会陷入罪和罪的结果里面 我突然间思想明白 原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敬畏上帝 我们一出错 就要面对罪和罪的后果 但是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在后果里面怎样补救 原来第一步要走的就是 我要将上帝放于首位 我要考虑上帝的感受 如果我好像约失一样 给他的主人的太太试探 已经说不 因为我不要得罪上帝 那根本就不会有以后的罪和以后罪的结果 即是如果大卫当时见到这个女人冲凉 如果他是跟上帝 他敬畏上帝的那一刻 他就会走开 他避开 他不会再继续去望 他就不会继续跟着去叫他入宫 所以 有一件事我们要留意的 我当时提醒自己 你留意 如果阿当 一犯错的时候 上帝听到上帝的声 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逃避 所以如果你和我有任何的深思意念 那一刻 你是不想上帝在那里 你就要小心 因为那一刻你没有敬畏上帝 如果你敬畏上帝的时候 其实就不会陷入罪和将来的后果里面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当时的圣灵有很大的提醒 原来我很多年 我是没有敬畏上帝 因为我没有将上帝的感受先摆 如果大家再看回十届 看看大卫做什么 哪里出错 我们就明 十届为什么这么重要 大卫他没有将上帝放于首位 所以他犯了第一届 他犯了杀人 犯了奸淫 犯了偷盗 因为他偷别人的妻子 他贪恋别人的妻子 是不是 如果大家看回大卫犯什么错 和素罗王犯什么错 圣经以色列头的两个皇帝犯什么错 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第一届 共通点 我再看下去十届 十届头的四届是 是爱上帝 后面的六届是爱上帝 后面的六届是爱上帝 是爱上帝 原来第一届好像主菜一样 你守不了第一届 你守不了第一届 之下就是悔菜一样 你看看你选哪一样 就是你跟我一样 就是我们犯任何错 都是犯第一届 你可能犯了第一届之后 我可能是不敬畏父母的 我对父母差的 或者我 杀人 奸淫 偷渡 任何罪 都是犯第一届 都是不敬畏上帝 不敬畏上帝 之后 在乎你的罪的罪性 你就是拿下哪些配菜 明白吗 看到结构吗 所以敬畏上帝 原来是帮助我们 不要去犯罪 不要去犯错 一没有敬畏上帝的心 我们就犯第一届 然后就是看下哪些 看下配菜 我们哪些组合 哪些组合 我们去犯 那我突然间那一刻 十届的那个折扣在我面前 原来敬畏上帝是第一 你一敬畏上帝 你就不用担心你犯下哪些 但你一没有敬畏上帝 你一敬畏了不敬畏上帝 你犯的罪就是下边 看看选哪样去刺 这个就是主菜和配菜的分别 去到之后我们再看回 为什么约室这么特别 如果大家不熟约室的故事 或者我简单去讲约室的故事 约室他17岁的时候被兄弟出卖 卖了去做奴隶 跟着他的主人是一个王的 负责保卫皇帝的军长 叫波提佛 那四行道记载 因为耶和华与约室同在 约室就事事顺利 而他的主人 见到耶和华与约室同在 所有约室做的事都顺利 所以上帝与约室同在到一个地步 连一个不是以色列人的主人 都看到上帝与约室同在 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大家留意 跟着这里讲到约室是看见 当时他大约是七十八岁 容貌尽美 而上帝不单止祝福约室 甚至是赐福约室有关的人 包括他的主人一家 跟着记载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约室的主人耳目全程 见到约室跟我睡 约室不肯 约室怎样不肯呢 他跟主人的妻子说 你看一下家中的事 我的主人一概都不管 一切都交给我 除了你之外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一切事情都由我管 我怎样可以做这件恶事 得罪上帝 这个就是约室 为什么不肯去受试探 行任 犯奸人的原因 他说我怎样可以作这极恶的事 得罪上帝 原来约室有敬畏上帝的心 敬畏上帝的心 就保守他不犯罪 这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再说一次 敬畏上帝的心 就保守我们不犯罪 所以我想大卫 我代入大卫 他的罪快被揭发的时候 我怎样想 我发现原来我不是想上帝 我是想我太太和我家人 我才知道原来我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所以后来那件事 即是那晚我跟我太太说 我把我太太放在第二位 因为原来放在第二位是最安全的 如果你放在第一位 上帝是第一位的时候 你就不会做任何事去伤害你的太太 或者你的配偶 所以对你的配偶来说 你要跟她说 你将她放在第二位 但第一位你一定要放在上帝做第一位 那第二位就最安全 你就不会伤害你的配偶 所以如果第一位是上帝 第二位那个位置是最安全 因为那个位置就是属于你的配偶 这里提到大卫 所以约失 他是因为不要得罪神 所以他就不会陷入这个罪里面 但是我们要留意做好事未必有好保护 你留意到 这里上帝说上帝与他同在 其实他不是说凡事顺利的 在人眼中是顺利的 因为他已经刚刚给兄弟最亲的人出卖 很惨的 你说你给朋友出卖你都觉得惨 你给做生意的partner出卖你都觉得惨 何况是你最亲的兄弟呢 约失就是刚刚给个亲兄弟 十个亲兄弟出卖 去了做奴隶 去乡别井 去一个他自己不懂的地方 跟着做奴隶 跟着主人的太太又去陷害他 他是为了正直的缘故 不犯罪的缘故 跟着他要去坐牢 他主人的妻子 诬告他 他要坐牢 但是坐牢有什么特别呢 使用记载 耶和华与约失同在 耶和华向他施慈爱 不停说耶和华与他同在 都顺利 我们会想一下怎么搞错 我在坐牢 无端端我是没有经审判 可能那个监狱里面都没有记录 在人眼中我不是被公审去定罪 我被人扔了去监狱里面 可能我是老死都没有人知道 在人眼中 就是humanly是hopeless的 没有希望的 为什么还是顺利呢 原来我们再留意 就算你做好事没有好报 你要坐牢 这里说 原来上帝跟你一起去坐牢 所以这里说的同在 上帝的同在 上帝让你凡事顺利 不是表示人眼中没有事的顺利 这里说上帝同在 是给我们能力 在最大困境里面的时候 我们仍然敬畏上帝 不去得罪上帝 做上帝 认为是上帝眼中喜悦的事 这里就是凡事顺利 所以我们留意着 弱室被人陷害 坐牢 做好事没有好报 但是不是 在神眼中 上帝去到牢里和他一起坐 因为上帝和他同在 他在人的 异境里面 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 上帝和他一起去坐牢 上帝保守他 所以你看到弱室 看回十届 他一旦有敬畏上帝的心 他不犯第一届 然后这些就不用担心 因为你有敬畏上帝的心 你就不会做这些事情 所以那次在酒店里面 上帝突然给了一个很大的提醒 因为上帝是很有心的层次 很有心的层次 就是我们要经常去思想上帝的心意 所以如果我们任何在做的事 我们是不想上帝 我们明知道上帝在这里 我们不是不知道的 但是如果你的理智告诉你 尽量不要想上帝 那就是有些问题出现了 你在做一些事情是不对的 所以要提醒自己 我们再比较 再说回素罗大卫约室 素罗和大卫唯一的分别 就是素罗没有悔改 神放弃他 大卫悔改 但是仍然要面对罪的后果 约室他敬畏上帝 经常强调上帝要他同在 所以要留意上帝是先看人心的 当时药室里面 在监狱里面没有奉献的 是吧 即他的奉献是零 如果说是物质上来说 但是上帝是先看人心 上帝是先接纳一个人的人心 如果这个人顺服敬畏上帝 他就已经接纳他 所以上帝与他的同在 不是说一定是顺境的 逆境当中一样 一切顺利 不是说人眼中的顺利 不是飞煌腾达 凡事做事没有问题 不是一切顺利 在上帝的工作上顺利 上帝给你能力去做 药室是明白上帝心意的计划 所以他在最困难的时候 最没希望的时候 他仍然是做好自己 他死的时候 我上次也提到 他死的时候 叫人不要埋葬他 他放在棺材上等将来 400年后 回到迦南 上帝应许之地 接着我想跟大家看回 耶稣基督如何教训 十二个门徒 特别是叫他们怕什么 不怕什么 这段是在马太福音 第十章 耶稣猜门徒出去 传福音的时候 他提到一段 我们大家都很耳熟能长的说话 他说 我猜你不出去 好像羊进入狼群 你们要灵巧仗蛇 顺良仗甲子 灵巧仗蛇 就是现代术语 Be water 灵巧仗蛇 就是 好像be water 就是要救灵活 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有两件事 第一 我们会被什么迫害呢 第一 工会 这里的工会 这里的工会是指教会或者宗教的组织 宗教的authority 第二 第二 军王 就是政府 将来宗教的工会 政府是会迫害门徒的 那么 耶稣基督又说了两个回应 第一 留下的那些 你会被交出去 交出去的人不需要思虑说些什么说话 到时候上帝会给他们说 如果你要留下 面对迫害的人 耶稣基督的教训就是 不用担心 你要be close 和神亲近 上帝就会有帮助你去回应 面对这些迫害 这些的审判 而在过程里面你要做见证 为神做见证 这个就是第一个 留下的人的回应 耶稣基督也说 当时的环境会是 互相出卖 互相举报的 到时候的人会因为上帝 耶稣基督的名 恨他们 所以如果不是留那些 就是走了 有人在这城里 你迫害你的 你们就逃到那城去 所以有些会留下的 有些就要走的 就算留意走那些不是没有工作的 所以你看回十二门徒 很多最后不是死在耶路撒冷的 彼得是死在罗马 普罗是死在罗马 他们走也有事做的 只是不同时间去为神付出的 所以耶稣基督教我们 留下的 要跟神亲近 那神就会教我们如何去作见证 要走的 你就是逃去第二个地方 他说这些迫害 避不了 因为学生不会高过先生 如果那些人去诬告耶稣是鬼王的时候 一样会去攻击你们 跟着耶稣就很清楚说 他说你们不要怕他们 不要怕他们 他是因为掩盖的事不会被不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一定会被人知道的 我暗中报数你们的要明确说出来 为什么呢 我上一次提到耶稣基督是在私人的地方 即是很少人的地方才解释上帝的真理 因为耶稣基督用讲道 用秘语去分别哪些有心追求的人 和没有心追求的人 有心追求那些他会私下去跟他们解释 但是这些真理将来的门徒被派出去就在名处宣扬出来的了 他说你们不要怕迫害你们的人 因为他们杀身体不能杀灵魂 迫害你们的人最多是杀你的身体 要你坐牢杀你的身体 不需要害怕他们 为什么呢 唯有能够将身体和灵魂都消灭的人 你才要害怕他 这个就是上帝 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解决的方案 人害怕是正常的 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超人 我们可以不害怕 不是,人是会害怕的 耶稣基督才教我们怎么去不害怕 我们害怕是正常的 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害怕 不懂得害怕耶稣基督也不需要教我们不要害怕 他叫我们不要怕 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敬畏上帝 你先怕上帝 放上帝第一位 你就可以学到不害怕人了 放上帝第一位 你就不害怕人 但是还没完 为什么敬畏上帝就可以不用害怕人呢 敬畏上帝是什么意思呢 接着又说了 两只麻雀 不是卖一分钱钱呢 但是上帝 如果不是上帝允许都不会掉在地上 你们的头发 上帝都知道有多少条 所以不要拒怕 你们的 你们比多麻雀更加贵重 那就是说 如果看结构 耶稣基督说什么呢 他说 有人会迫害你的 有些要留下面对 有些要走 但是你不要怕这些迫害你们的人 因为他们只可以去到最尽 甚至是杀你的身体 杀不到你的灵魂 要不怕他们呢 解决方案就是要敬畏上帝 为什么要敬畏上帝 因为上帝对我们一爱 上帝看重我们 因为我们每一条头发有多少都知道 就是这样的一层层去解释下去 就是说 不要怕人 为什么不怕人呢 怎么可以不怕人呢 你敬畏上帝 你就不怕人了 你先敬畏上帝 你就不怕人的迫害 为什么要敬畏上帝 因为上帝爱我们 上帝连我们每一条头发有多少都知道 所以看完这个结构的时候 战胜怕人的方法就是去敬畏上帝 因为上帝是爱我们 如果我们看回我们上次说过 丹尔利和丹尔利那三个朋友 他们面对压力的时候 他们先敬畏上帝 他们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他们先敬畏上帝 我们先看回我用三个人物去举例 他们如何敬畏上帝 大家记得比特三次不认主 我记得我的小孩子小的时候 我一次和他们谈过比特三次不认主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比特三次不认主 观感都是很负面的 三次都不认耶稣 我现在的看法有点不同 如果你说一百分 每一次比特不认耶稣基督 每一次扣一分 他还有九十七分 我看看我一生有多少次 吃借饭的时候不好意思 不敢承认自己的基督徒 可能我已经负数了 一百分 我们一生人不认耶稣基督 不止三次 可能很多次 可能X那么多次变成负数 所以其实比特上帝 耶稣基督和比特的关系是很特别的 比特没错 他虽然三次是怕人多于上帝 所以他三次不认耶稣基督 但是耶稣基督问他三次 你爱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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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第三次 即比特也不好意思 是不是 其实耶稣基督一早知道 比特会三次不认他 一早知道 但是耶稣基督给他一个 重新一次敬畏上帝的心 怎样敬畏上帝 你爱我妈 你爱我妈 你爱我 敬畏上帝 你做我的说话 去喂他养我的羊 接着耶稣基督很直接说 我实际就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你自己可以速腰走来走去 但是你将来老的时候 你要被绑住 带去你不愿意的地方 耶稣说这句说话 是指着比特将来怎么死去荣耀上帝 接着说你来跟从我 这道说话说什么呢 就是你要敬畏上帝 如何敬畏上帝 爱上帝 守他的戒命 做他要求的事 做他要求的说话 和我上次说一样 爱上帝就是行上帝的道 就是敬畏上帝 所以当然这张照片 就是最后比特在罗马 根据传说 他就是调转十字架死 因为他不配 好像耶稣那样被他死 这个是在圣经里的记载 但第二世纪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记载 就是当时的基督头是如何殉道的 我家里有这张画 这张画是十九世纪的一张画 是讲基督徒最后的一个祝福 这里是讲什么呢 大家留意 这些柱 这些柱就是绑着基督徒放火烧的 好像蠟燭那样烧 下面就是木 然后放火烧他们 盯着他们去烧 一部分就是放野兽出来咬他们 这张画就是他们做过最后的祈祷 就面对野兽的杀害他们 我想讲一讲就是被烧这个刑罚 因为真人真事 就是门徒约翰其中一个学生 波利卡 如果读过教会历史的人都会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他当时是跟门徒约翰去认识耶稣的 他被指派在圣经 圣经是士梅拿第一任的主教 他去到八十六岁的时候就殉道死 当时罗马的总统就要他去烧香给罗马 当时要敬拜罗马的皇帝 他不肯 但是这个总统也好 结果他年纪这么大 就说你不如烧香算 你不认你的耶稣 我就不杀你 但是Smerler有什么特别呢 如果大家记得启示录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有七封信给当地的教会 其中第二封信就是 Smerler这个地方 启示录第二章十字那里说到 你们将要受苦,你们不要怕 魔鬼要将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侣 让你们被侍恋,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你无要致死忠心 我就慈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所以当约翰写完启示录 波利卡一定有看过 因为是由他师傅写交给他 他是被委任为第一任的主教 他已经知道他的下场 当时有文献记载 因为当时的文献是写得很清楚的 他死的时候 那个总统跟他说 想他不死 就给他一个机会 但是他就说 86年我已服用他 他就是耶稣基督 and he has done me no wrong 就是我的上帝 86年我是侍奉这个上帝 他是没有任何 没有伤害过任何东西 跟着他就说 他说 How can I blaspheme my king and savior You threaten me with a fire that burns for a season and after a while is quenched but you are ignorant of the fire of everlasting punishment that is prepared for the wicked 就是说我怎样可以去蝕逐我的王 我的救主呢 他说你用火来威吓我 你这个火是只是烧一阵就会熄 但是你没有留意将来永恒的火 那个消灭去punish 就是去惩罚那些恶人的火 跟着那些人就立刻 他不肯妥协 当时那些人就把柴火堆着烧 他就说你不用烧我 你不用钉我 leave me as I am 就是不要用钉钉在木上 for he that given me the strength to endure the fire will also enable me without your securing me by nails to remain without moving the pile 就是说你不用绑着我 我不会走 我会让你烧我 他最后那句说话 他对上帝说 I bless you father for judging me worthy of this hour so that in the company of the martyr I may share your cup of Christ 这个就是他敬畏上帝愿意付出那个程度 我最后一个例子大家都可能知道了 就是王明道和他太太刘景文 他们在1995年因为不肯和三治教会合作 那王明道坐了二十多年牢 他的太太就十五年牢 四年勞改 就是十九年 那其实王明道他被捕之前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信从人呢 或者信从神 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的 我是敬畏上帝多些还是敬畏人多些 那这两位基督徒就是由年轻坐到出狱 那他的太太很好 他太太说你去坐牢我都去坐牢 我做了些什么呢 坐十五年牢 再加四年的劳动 一共十九年 他说我没有什么可怨 一切都是天赋许可的 天赋许可的一定与我们有益 今天我们不明白 将来一定会明白 我觉得那没有什么 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 这个一个爱上帝的人 坐了十九年牢之后的回应 我都是去了十七年谈牢 我都不是坐十九年牢 所以很神奇 一个爱上帝的姊妹 可以出狱的时候说一句这样说话 人生有多少十年了 她坐了十九年 我最感动的是他们两个死之后 那个墓碑 怎么写呢 暂色之所 暂时安息的地方 因为他们两个的心是在永恒那里 好像Jacob 好像雅各 好像约瑟 他死的时候 在等着永恒 上帝的家 我结束的时候我会解释一下 不同的敬畏 有一个神学家 现在Michael Reeves 其实他写了很多这些解释的 这些神学的书 也都上网可以看到他的讲座 我今天就不是说 就是natural fear 就是natural fear 是什么 就是说突然间火灼我要走 人人那种 physical 就是那种的 你懂得保护自己的那种 fear 不是那些 就是你被针刺 你会缩开 不是那些 fear 我今天想解释 就是两个对神的 fear 一个是ungodly 或者有罪的那种 fear 一个就是godly fear 有什么分别呢 一个 sinful fear 是会令人离开上帝 逃避上帝 例如《创世纪》 刚才我提到 阿当夏娃犯了罪之后 上帝叫他们 他们害怕 跟着躲起来 这种 fear 这种害怕 是令人离开上帝 不要接触上帝 所以我刚才说过 如果你正在做任何事 或任何思想行为 当你在经历一些思想行为的时候 如果你是不想上帝跟你在一起 故意不想上帝的时候 你要小心 因为你在做那些事 一定是有问题 一定是有罪的 得罪上帝 你才会不想上帝利利 这个就是ungodly fear 另外雅各书那里说 魔鬼知道神都战惊 这些是叛逆的being 见到神都是害怕的 那些将来不得救的 都是胆怯的 都是害怕的 而真正圣经里面有一种 fear 我们现在说的敬畏上帝 是会将人带去上帝面前的 所以我们留意个分别 我跟着用圣经去解释 诗篇有提到两种不同的惊恐 第一个惊恐就是将来一些军王 一起商议如何去抵挡耶和华 以及他的受高者 就是耶稣基督 这些人上帝会在将来愤怒里面 责备他们 惊吓他们 这些惊吓是他们要逃避上帝的 所以大家看到启示录的时候 将来上帝 人家听到上帝的声音 不信上帝的人 怕得要大山小山遮住我 因为上帝的圣结公义一临到的时候 有罪的人是去跌下躲起来的 面对不到上帝的圣结和公义的 这个将来不肯顺服认错的人 将来看到上帝的圣结公义的时候 是要躲起来的 要大山小山遮住他们 但是之后那些醒悟的军王 那些审判官 即现在那些法官 如果是受教的 要传敬侍奉耶和华的心 这些心是会快乐的 投靠他们是有福的 你留意到 一个godly fear 即是符合上帝心意的敬畏 是快乐的 joyful的 不是恐惧 frightening那种的fear 我们看回十届的时候 你看到分别 当那些百姓看到耶和华的威严 好像雷轰、闪电、号角星 在山上无烟的时候 他们怕得震 接着他们跟摩西说 不要要神跟我们说 恐怕我们会死亡 他们是害怕神要躲起来的 这个是ungodly fear 是sinful fear 但是摩西跟他们怎么说 他说不要怕 上帝要试念你 要敬畏祂 为什么要敬畏祂 目的是要我们不犯罪 刚才我说过 我上次在2017年在酒店 想到 圣灵带领我突然想到 约失 约失就是敬畏上帝 他就不犯罪 所以我们要学约失 不要学大位之后 做错了才去认罪 神给我们的教训 就是说 好似约失一样 一开始敬畏上帝 就不会犯罪 就不用面对罪 和罪以后的结果 所以敬畏上帝 其中一个目的 是不犯罪 我们看看两个圣经人物 看到上帝的时候 那个反应 以赛亚书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段 以赛亚书 见到上帝的时候 圣殿见到上帝的时候 他说 那个殿里面 上帝的荣光 充满了全地 他第一个反应是怎样 那时我说 和灾我灭忘了 因为我嘴唇之不及的 原来我们有罪的人 见到上帝的显现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 对罪的敏感 所以强于以赛亚 一个最重要的先知 在旧狱里面 摩西和以赛亚 都是两个最重要的先知 见到上帝 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的罪 原来上帝的圣结一显现的时候 上帝的大能一显现的时候 有罪的人 对罪会很敏感 如果你和上帝亲近 你就会对罪很敏感 另外一个弟子 就是路加福音 当时在第五章 耶稣基督叫西门彼得 去到深海深水那里打鱼 西门就说 我们整晚都牢牢打过鱼 什么鱼都没有 但是你叫我这样做 我就下去了 接着他一下罪 圈了很多鱼 连网都差不多去裂开 其他同伴去帮忙拿过鱼网上来的时候 西门彼得看到 就苦福在耶稣面前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当原来 当彼得 见到耶稣基督的神圣的时候 他自然的反应就是自己的罪 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 包括你和我在内 如果我们接近神 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会对罪是敏感的 所以敬畏上帝 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去陷入罪里面 不要去犯罪 在创世纪里面 提到雅各 发梦 他见到那一条梯 天使上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在那个梯上面站住的是谁 就是上帝 原来这个梯那个地方 是神的殿 是天的门 但是发梦的时候 发梦是什么呢 上帝跟他说 你要得福 你和你的后裔要得福 我要保佑你 我不会离弃你 啊 特别 跟着呢 他就说 我好好惧怕 何等畏惧 他见到上帝何等畏惧 为什么呢 不停上帝祝福他 full of blessings 敬畏上帝 不是fightening 敬畏上帝是爱上帝 原来呢 上帝要我们敬畏他 因为他爱我们 他要祝福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担心 或者觉得敬畏上帝 一些很难的事 原来呢 敬畏上帝 大而可谓的上帝 很awesome的上帝 因为他的blessing 是awesome 震撼性的这个地步 我们要敬畏他 再看诗篇 当上帝发声 即express自己的时候 人家见到显为可谓 awesome 上帝的matterst 他的power 是awesome的 我们敬畏他 因为他的power matterst 是awesome 而他要为了什么原因 显现自己 是要赐权能给我们 他是give power and strength to his people 敬畏上帝 原来上帝是要祝福我们 你再看耶利米书一样的 你敬畏我是做什么原因 你们要得福乐 上帝要施恩给你们 上帝不离开你们 要施恩给你们 跟着他说到 上帝要除去一切的罪 他说曼国 要因听我写成所赐的福乐 所施的恩 的平安 就畏惧 赐敬 敬畏 为何要敬畏 因为上帝给我们的blessing 大到awesome的地步 我们要震撼到我们 敬畏他 不是frightening的地步 我们怕他 是上帝爱我们 施恩给我们 我们去敬畏他 如果再看回 我给大家一个挑战 你逢见到圣经里面 要敬畏耶和华 敬畏上帝 在那个经文前后左右 一定有祝福 一定有祝福在这里 一定有祝福在这里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些例子 在真言里面 诗篇里面 凡亲叫你敬畏耶和华 一定有个祝福在前头左右 一定有个祝福在这里 所以原来 上帝叫我们敬畏祂 因为祂爱我们 祂要bless我们 所以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回 由不认识上帝的ungodly fear 见到上帝害怕 要逃避 上帝的恩典 要遮盖人的羞耻 有一天 如果我们不是认识上帝 不是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血 遮盖我们的罪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件羞耻的事 都要公诸于世 被审判 但是上帝的爱 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遮盖我们的罪 所以 在诗篇六十二篇那里 他说 唯独他是我的盆石 我的拯救 我的高台 什么高台呢 中国就叫刁堡 一些屋是很窄的 有些很窄的枪 是让人射箭 开枪打不进去 那些的堡垒就叫高台 上帝是我们的拯救 我们的荣耀 一切都是在乎神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原来上帝 爱的缘故 他不想 你和我 最羞耻的事 将来每一件公开 公诸于世被审判 所以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 用他的血 去遮盖我们 好叫上帝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一样 所以我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回十届 上帝叫我们去敬畏他 你敬畏上帝你就守着第一届 你守着第一届 你就不用担心第二到第十届 而这些祝福诗恩是震撼性到我们要惊恐 战劲到多到我们是震 真的那种上帝那种爱要我们去震撼我们 那我去到这里或者我停一停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 很欢迎大家去发文 今天每一次都不是很短 我尽量希望比上一次短 但因为太多要说 多谢Ron 这个讯息真的很丰富 很受感动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请你带领我们一起向神认罪 好的 我有一个祈祷 继续 师父我多谢你给我们看到 神为何要我们敬畏你 因为我们不懂得爱你敬畏你 我们只懂得逃避你 因为你是一个大而可悲的神 但神求你是原谅我们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都不是去敬畏你 我们没有把你的心意放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会把人其他的心意 我们怕人多过怕你 求你是原谅我们 求你从今天开始提醒我们 叫我们多些去亲近你 多些去看你的说话 去明白你的心意 好叫我们去面对迫害的时候 不论要留下的要走的 我们懂得去面对 有你的灵去带领我们去重生 过一个合乎你喜与的生活 叫我们的生命是合乎你呼召我们 我们的伤情 我们这样祈祷 求你越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好多谢Ron 或者还有没有时间 大家有什么提问呢 如果你想问问题 可以unview你自己的mic 有什么提问呢 教授 我想问 既然大位犯了一个杀人的罪 而且他和巴士巴拉再生了之后 仍然是祝福他呢 这个就是上帝的慈爱 任何一个人如果是真正的悔改 是上帝都越纳的 所以你看到他悔改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真 因为先知拿丹就说上帝已经原谅他 但是他的儿子会死 他仍然要面对他罪的结果 即是在世仍然要面对那个结果 刀剑不再离开他家 将来他的儿子和他的妃笨公开的行任 他要面对这些灾难 因为他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给那些儿女 那我想问 会不会带出一个 会不会带出一个就是说 我就算犯了罪之后 那神仍然是祝福我 这样的信息出来呢 神是原谅他 他仍然要面对那个结果的 即是跟他之后祝福的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不只是大位的 我们如果看回整本圣经所有的旧约人物 无论阿伯拉罕、以撒亚国、大位 都是犯很多罪的人 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所有人都有罪 就算你跟神怎样亲近的人强于大位都好 一不敬畏上帝都会犯罪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来说就是 上帝仍然会是有罪的人 就是侍奉他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对 所以上帝的爱那种怜悯 无论你的罪多大都好 你真心悔改上帝都会原谅 这个就是上帝超越我们想象的慈爱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和苏罗和大位的对比 就是说杀人 而且是刚才你所说是有计划的去杀人 这个罪比不敬畏更轻轻 或者是没有悔改的心 是不是 是 其实大位的罪我刚才解释过 我觉得最难接受就是他要乌尼亚亲手带封信去 对 对 给将军 以这封信帝去杀他的计划 是 如果你以属世那种有计划去谋杀一个人的话 无论是哪里应该都是肯定的死刑 是 是 因为叫做 是 我们有一样东西 有时候很难明白上帝的慈爱 或者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有一个人害你爸爸 害到他是可能一生债最后自杀死亡 但是这个是害你一家的人呢 他死之前悔改认罪 那你就可能你会想上帝真是不公平 这个人一生恨恶 害到我一家那么惨 你竟然原谅他是不是 但是反过来想 如果这个人是你爸爸 你会感恩还是觉得上帝残忍呢 你明白吗 就是看你什么角度都看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感受不了上帝那种慈爱 不是感受不了 感受不了他的爱是大得很厉害 只要你肯悔改 上帝都越纳 真心悔改 我正在说 扫罗那些是虚伪的 他认罪 都不是向上帝认罪 他是向 撒母耳认罪 他没有向上帝认罪 他没有向上帝认罪 我就是两个问题 但是大卫那个罪 我们要留意就是 无论我们教会多久都好 你和我在教会多久都好 没有分别的 我们一不敬畏上帝 我们的思想就被罪扭曲的了 所以我们 圣经留下这些故事给我们 是有个 purpose 就是叫我们去警醒自己 有没有其他问题 谢谢 我就是两个 多谢教授 好 今天很精彩 我觉得敬畏神 不是一下子 真的有一个过程 那教授 你有没有什么 教导 或者是 继续讲其他的话 还是 我们有些什么 我们应该一路一步一步地走呢 或者是贴士 我说 或者是贴士 我2017年那次的经历 就是突然间我看到自己 当时已经在教会二十多年了 突然间发觉 原来我最重要的是 我是摆在我家人为先 不是摆在上帝为先 这个是我第一个很震撼性的一个 就是一巴掌醒我 这个第一样 第二样我学到的就是 无论我们的思想 或者行为都好 那一刻 如果你不想上帝跟你在一起 你就要小心 那样东西一定是不妥的 其实我们明知道上帝是无处不在的 但是我们会潜意识 不想去想上帝 我们在做一些事情 或者在想一些事情 如果你潜意识是不想要上帝跟你在一起的 你就要小心 那样东西一定是错的 是不是有问题 有人举手 有没有其他问题 请问 可以把握时间 我大概还有15分钟的时间 教授 教授 我想有一个问题 是 是 我想问 譬如说 我们在圣经上面都很讲 是 先求他的国 他的意义 一切都会加给我们 是 是 是不是 公义善良美善的属性 但是我们被罪污染之后 这些属性已经被压制了 那上帝的国 就做回上帝喜悦的事 出来 上帝的国在哪里 就在你和我心里 如果你和我心 让上帝掌管 过一个合乎上帝喜悦的生活 这个已经是上帝的国 放临回人间 这些是很实际的 你和我每天生活 我活回上帝的尾线 出来 上帝的国已经在那里 你的心已经被上帝掌管 这个国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运行 很多时候都有听到一些 港导信息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事情 都是先想到神 才去做 那这个就是去上帝神的国 是不是这样 是 我们做一些特别很重要的决定 你要想上帝的心意 那件事上帝会喜悦 还是不喜悦 所以我刚才说 如果你心里想着一件事 你是不想跟上帝聊天的 那件事 那就是有些事情不妥了 那你就会对罪 就要留意了 你敬畏上帝的人 对罪很敏感的 如果我在想一些事情 我不想上帝跟我一起想 那就是那件事 都不会好的了 嗯 还有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说要卫生 都是不敢向上帝说 卫生 因为卫生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个例子 就是说 你会出现苦难 是 所以其实 如果不肯向上帝毁身的时候 其实 都不算是敬畏上帝 或者真的毁身 我想我分两个层次去解释 如果我刚才说几个例子 比如比德 波利卡 殉道 黄明道 就不肯和三字架会合作 就坐了二十多年牢 我太太坐了十九年牢 那我们很担心 轮到我们 是不是 嗯 如果是这样 你担心呢 我就告诉你 你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我们在担心 我们是不配 嗯 明白吗 记不记得我刚才说的 要说 巧遇摩西的时候 他要建立他的教会 帐幕 他说哪些人他会收 甘心乐意那些 明白吗 所以如果当你和我 还是不甘心乐意去毁身 上帝今生都不要我 我不用担心 都不会轮到我们 明白我的意思 那所以呢 你要明白 第一 不用去担心 第二 第二个层次 如果上帝 真的要你去牺牲 而你又甘心乐意 这个是大的掌赏来的 为什么呢 你看回启示录 将来上帝的宝座上 有四活物 不停敬拜上帝 跟着二十四个掌路 最近 最近寶座的人 就是为上帝流血殉道的那些人 所以上帝 你见到波利卡 他最后祈祷 他感谢上帝 给他可以做matter 做以殉道 和耶稣分享 the same club 你明白吗 所以呢 第一个层次就是说 你不用担心 如果你担心的 不会轮到你 我们没配 明白吗 这个第一 第二 如果真的轮到我 我就甘心乐意 因为上帝 带好的福分给我 我还记得 我和我的儿女都谈过 前几年 有些是在中东里面 如果你是被恐怖分子捉了 如果你是认基督徒 第一个开枪打死先 是吧 那时候我们谈 究竟如果你在环境里面 你认定好 还是不认好呢 不认就没事了 引一时之气 是吧 不是的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我在这个环境 我求上帝给我勇气去认 我不是说我一定得 如果得 我是上帝的怜悯 就是上帝给我去最近宝座的那班人 但是如果在那个环境 我会求上帝给我勇气 就是好像 但以你那三个朋友 他选择进去的火炉 被人烧 那是要付代价的 真是殉道的 但是殉道的 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的 都会有的 所以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你不用担心 如果你担心 你不会轮到你 因为我们没配 第二个层次就是 如果轮到你 你就要感恩 因为上帝看重你才给你这个机会 明白 谢谢大家 OK 所以不要担心 担心就没轮到你了 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请问 有 有问题的快点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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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想问一问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工作 或者我们日常的生活 就是 建卫上帝 我们很多时候 会发现了 读圣经 上教堂 做事奉上帝 我们叫做建卫上帝 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被我们工作的程序 或者是 很多我们人与人的相处的关系 是霸佔了我们的 就是 敬畏的空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说 你基本上 譬如说 我正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正在吃饭的时候 有人问我 我问自己 我这段时间怎样表达我是敬畏上帝 地吃饭呢 或者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怎样敬畏上帝 地 就是感觉我敬畏上帝 地在做我的工作呢 这样 嗯 这个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困难 有时候 比如说在工作 做了一件事的时候 会得罪人 或者做错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时候就发现 哎呀 如果我敬畏上帝 我就不会犯罪了 就像刚才你说的 但是我实际上已经发了脾气了 或者已经 骂了人了 或者做了一件事 我觉得 就是 心里都会后悔 这样 虽然我都会 就像刚才所说的 大卫那种 就是 事后才认罪 这样 嗯 最好就是 我真的经常都敬畏上帝 那我就不用 心里认罪 那麽烦 也不用受罪的结果 那这部分你有什麽提示 我想要第一个 准备个心先 如果你刚才 用你的例子 你说 你做事当中 得罪了同事 如果你知道自己是错 我就会去跟他认错 我会跟他认错 我也都试过 有一次 有一次 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我做研究 那我们很快就做了一些成果出来 因为当时我在学校里面 就有很多那些专利权 学校每个月都来跟我写 我的发明做专利权的 那一次呢 他就写漏了一个同事的名字 因为我顾着做研究 我就没有留意到 因为是第二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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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提醒自己 不是 你准备个心 随时如果神要你做一些东西 你愿意去做的 Be available, be ready 举个例子 上一次有位毛弟兄说得好 他说他见到一些坐巴士 见到一些没有地方住的人 但是全身臭 他已经有一个怜悯心 在想他们 接着你就可以想一下 我看有什么可以帮到他做 留意一下身边有什么人有需要 这个就是你活上帝的怜悯出来 那种爱心出来 这个就是荣耀上帝 这个就是神的觉神的意 在这里彰显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 有时候我自己会陷入一个 就是一个律法主义的情况下 你将敬畏上帝变成一种习惯 或者一种事件 或者一种事乎 或者一种读圣经 祈祈祷祷 正修 就变在叫我上帝 其实我一直都在想 就是如果我日常的 我惯性的一些活动里面 我的心 如何在那里呢 刚才你很好提醒 就是说 我们准备 可以让自己充足 如果上帝有新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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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指引我 知道的话 我愿意去迅程 直至我所见到的工作 可以迅程 多谢你的提醒 还有我们要够准备 慢慢提升 要去到一个地步 将你的安全性也要给它 都要够准备 够准备 这个是困难的 但我也在学习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会把我们的安全感 放在我们的银行储蓄 或者我们的物业 我们所拥有的那里 不是在上帝的手那里 所以我们慢慢要自觉 就是说 原来我 我长时间把我的安全感 放在上帝以外的地方 那些就变成我的上帝了 好小小的事情 你看回大卫犯罪之后 改变得很厉害的 以前他们打仗 他们打仗是求问神去打仗 不会计算有多少兵 对方有多少兵 我有多少兵 你看回圣经 到他年老的时候 他要数算自己有多少军队 他的安全感 已经由上帝为中心 去了自己有多少兵 所以你和我 我们每一个都要小心 特别是如果我们已经是退休的 不要把你的安全感 放在你银行有多少钱 可以养得你多久 因为上帝可能今天要我们的命 所以 把安全感 转移到上帝的手 上帝今天要我 随时要给我的安全感 就要给他 他未必一定要的 但是你要可以充足 去到那个地步 我想有一些回应 是的 我其实不是回应 剔哥所说的 而是 我之前是听这个敬畏神 我已经看了你之前的YouTube 所以我有些考虑 我就觉得 上帝的余知 那件事呢 是一个我们需要想想的问题 彼得三次不认主 耶稣一早就说了他三次不认主 就是说事情还没发生 上帝知道 好了 上帝高素罗做皇帝 他会不会知道 扫罗最后落得这样的收场呢 第二 当然知道了 第二 这个大卫 他高大卫 认为他是一个合心意的人 他又知不知道大卫 最后会犯一个这样的大罪呢 在我自己的看法来讲呢 我有些少少不同的看法的 再加上 当上帝和这个撒旦 叫做倒一扣 就是Sohan 说将若白 扑出来做一个试验 或者一个例子 那究竟 这个上帝 知不知道他赢硬的呢 还是他不知道呢 如果他知道赢硬的时候 他对这个撒旦 就很不公道了 因为你明知的答案了 你玩我啊 所以在我自己的看法来讲呢 我就觉得 上帝有能力知道 但是他未必一定要知道 原因就是呢 他和人呢 好像平起平坐 他根本容让这件事发生 上帝有能力知道 未发生的事情 但是上帝没有阻止这个大卫犯奸入 也都没有去 因为乌尼亚是一个这么敬畏神的人的缘故 他去救乌尼亚 他是由得乌尼亚被大卫去谋杀了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呢 好像我们的信仰 already but not yet 原来神的智慧就是一个矛盾 就是说他可以预知 他又可以不预知 所以你看到神他有个时序的 就当看到素罗不行的时候 他才高大卫 他不是一早想着素罗一定不行 高定大卫的 所以我有时候我为什么不敢提出呢 就是说呢 这一个的见解很constitutional 究竟神可不可以做一构自己搬不起的石头呢 我就说可以又不可以 因为所有的主权都在上帝里 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在上帝里 但是上帝是很公平很公义的 所以呢 他和魔鬼和撒旦去把弱法去做这个倒注的时候 我觉得上帝不敢肯定弱法一定贏的 如果不是那个土著就不公平了 不知道教授你怎么看 我想 不要介意我这么说 我想你刚才的认知是不正确的 第一 上帝和魔鬼不是平等的 如果你看回若白记的故事 那些天使是在侍候上帝 在上帝面前的企立 魔鬼都一样 所以第一 上帝和魔鬼不是平等 第二 上帝是全知全能 所以当他愿意容许 你要留意 是他容许魔鬼去试炼弱法 没有上帝的批准 魔鬼都做不了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他第一次不准魔鬼伤害弱法 第二次只能让他整身生瘡 都不准要他的命 所以魔鬼和上帝不是平等 这是第一样 第二样 上帝全知 他是知道大位素朗将来的结果 但是呢 上帝为什么不让事情干预呢? 因为其实他做人的时候 他给我们每一个人有那个自由意志 上帝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 为什么呢? 有原因的 他给我们有自由意志 就是希望我们对他的爱有回应 他没有把你和我做机械人 很简单 如果我每天下班 我回到家里 我太太一个机械人出来抱抱我 这个不是爱 但是如果我每天下班回家里 我太太她心情好可能离谱一抱我 心情不好可能不理我 这个就是真爱 或者她是真的 就不是一个机械人 明白吗? 所以上帝是知道素朗会做什么 也知道大位会做什么 他知道的 他有时干预有时不干预 我说为什么有时干预 他很少干预 他不是不干预 什么时候干预过呢? 当上帝跟阿伯拉罕说 就是跟他立约 将来他的子孙 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 你记不记得 阿伯拉罕把他太太出卖了 给了法老王做王 他说是自保 给了法老王做太太 上帝就干预了 干预给法老王发梦 吓到法老王 立刻把沙拉送给阿伯拉罕 所以如果上帝已经说了的计划 有人想参与的 上帝是可以直接干预的 所以上帝的干预不干预是他主权的范畴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我回应你刚才说 上帝可不可以做一个石头 他自己举不起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我记得好像据文说 二十多年前香港有个辩论 就是这个问题 当时代表基督界的朋友说不到 其实很简单的 我将这个问题 变成一个逻辑学的结构 如果上帝是全能 他可不可以不是全能 这个就是那个结构 你不要说石头 用石头也可以 用椅子也可以 所以我将它简化来说 if God is almighty can God not be almighty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一个结构 你简单来说 if a is equal to b can a not equal to b 一转一个数学逻辑的结构 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合逻辑 if a is equal to b can a not equal to b 所以问这个问题 以前他以为这些哲学家 以为自己很厉害 其实他问了一个 是不合逻辑的问题 所以一个不合逻辑的问题 就没有逻辑的答案 就是这么简单 明白吗 明白 以前很多人以为自己很厉害 以前有个中大的哲学讲师 他问这个问题 以为不能回答 他不明白 他问这个问题 本身是不合逻辑 所以一个不合逻辑的问题 没有逻辑的答案 就是这么简单 李天明的 其实这句话也不是他发明的 是的 我知道不是他发明的 但是他用过这句 是的 如果你把它转回来 逻辑的问题 if a is equal to b can a not equal to b 所以我想带出的讨论就是 上帝的层次比我们高 他其实知道大卫会犯这个奸入 但是他是给人自由 以至他是没有干预 由他发生 但是神和我们同行的意思是怎么样 他好像大卫的朋友一样 在他身边提他 你又做错了 但是他没有去干预这件事 所以就说神爱我们 就是这样的爱 所以我是一个回应 很精彩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问题 挑战性的也不要紧 如果我不懂,我会很坦白跟你说我不懂 我又说回若白那样东西 他和魔鬼不平等 但如果那场比赛 或者什么,上帝一定赢硬的话 其实是一个不平等的比赛 所以我觉得上帝的公义的时候 其实他应该在这个比赛里面 他有机会输 虽然他设计了一些条件 就是说他不可以用若白条命 但是说若白如果是好像杀罗那样 失败了的时候 我想上帝要向这个撒谈投降 或者刚才好像圣经讲 就说给这个仇敌有一个把柄去激笑上帝 所以我就觉得若是一个公平的标准 其实若白是可以输的 我想我们不要把若白那件事 是作为一个公平的比赛 因为那个不是比赛来的 那个不是比赛来的 其实有机会我说若白 若白书不容易理解 若白书不容易理解 所以你愿意讲的话 我只可以讲从头的两章 下次 我反而有些更重要的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你们听了很多年阿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叫信心之父的 因为欠儿子那件事 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欠儿子去杀儿子的 有机会我跟大家说 我觉得阿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我们有圣经我们知道信是什么 但是当时他什么都没有 叫做武渣娜的 所以他的信是真的凭信心 我有机会我讲讲什么叫凭信心 有一句说话 圣经的原则 凭信心不凭眼见 我可以解释一下 凭信心和信心是信什么 但约百记我只敢说头那两章 之后我都不敢说 因为我不懂的 真是很深 但头那两章我可以敢说 因为我讲过 叫做潘朝卫说得很好 听到我在三一神学院 你说前两章也好 我敢说两章 整章都有约百几个级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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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有没有问题吗 好了 或者我们拿回下一次 好吗 好 今天我们很感谢Ron 他很精彩很精彩的信息 也很感谢大英姊妹的发问 非常之精彩 我们一起祈祷吧 好 感谢我们的主 祢是我们的王 祢是我们的父 祢是我们要敬拜祢 我们要跟随祢 求祢让我们跟随祢的时候 祢提醒我们 祢如果我们真的犯罪 求祢干预我们 求祢让我们有机会 紧紧地跟随祢 我感谢祢今天给我们这麽美好的分享 求祢加历 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你的话语上面努力 你知道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敬畏神的人 主要我们也在期待着 下一次 主要你为我们 安排的 约白记 这个信息 求祢让我们继续地学习 继续地来到去建立 被主建立 荣耀主的名 多谢你 随听我的祷告 乃逢主耶稣基督圣明 共产氏 非常okus OK 拜拜 OK 拜拜